字幕提供 我是章韋池 这一张论语呢 非常非常重要 《论语20篇》 一开头 我们说开中民意 首先我们要知道 凡是经典呢 第一章也就是说它的开头呢 第一章第一句通常都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呢 它是接下来一个整部经典的一个总概括 一个总概括 好我们来看这一章经文 学尔篇 学尔第一 好这一章经文呢 一开头就说子曰子曰 这个子是指谁呢 当然是指孔子 这里有说到 研究任何学问 首先呢我们要明白它的作用 古时候呢 清朝的人他们学论语 是为了什么呢 科举考试 当然今天考试已经不考论语了 可是今天我们学论语是用来干嘛呢 复兴文化 没错了 我们常说常常要复兴中华文化 从哪里开始呢 从论语开始 这里又说到 我们人 天地人 我们人叫做三才 三才者 天地人 天地皆有 好生之德 而这个人呢 在天与地之间 所以人为天地之心 因应据天地之德 只可称之为人 这个就叫中国文化 所以人呢 不是说我们就这样被称作人呢 是不用负责任的哦 换句话说 我们人之所以有资格被称为人呢 是为什么呢 人具天地之德 所以人要有德 这里再说到学 学是什么回事呢 学就是学 做人之道 做人 做人要不要学呢 要学 种种的生活上的处事 就是要带人 接物 这个 这个傻傻应对进退呢 我们都要学 初学为世人 就是我们初学是当一位读书人 以至学为圣人 其实我们想圣人 我们也不用想到太夸张 其实圣人是什么呢 圣人就是明白人而已 明白人 所以从凡夫到明白人呢 都离不开一个过程 都离不开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叫做 学 这里的识 又是什么意思呢 时常 常常的意思 习是什么意思 练习 练习 常常练习 当我们把我们所学到的道理 所学到学问 常常练习 我们就会 由内产生一种喜悦 这个这里的喜悦 也是写说 说呢 就是喜悦的意思 所以我们时常练习 所学有成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些圣人的道理 消化了之后呢 我们会 会把这个成果 化成一种喜悦 happiness 再来我们看一个字 朋友的朋友 自同道合者 所以朋友 双越为朋友 双越为朋友 它的意思是自同道合 这里就说到 我们学卤 卤学 必须寻师 凡有 学有所得 又有自同道合者 从远方寻来请教 孟子说的 乐得天下阴才 而教之 所以这一章经文 第一段 我们念喜悦的乐 第二段 我们念快乐的乐 快乐的乐 得天下阴才而教之 非常快乐 而最后 这一段呢 说 而不知而不运 不义君之物 也就是说 学习呢 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本分 学在自己 可是我们学了之后 能不能用得早 能不能够 在这个社会上 在这个社会上产生它的作用 产生它的功效呢 这是要看天命 这个叫 用有天命 当 当比如说一个 一个学成之后的人 他这个 他的学识很好 他的道德修养都很好 可是到最后呢 还是不为社会所用 不为大家所赏识 那 他要不要怨天尤人呢 这里说不需要 不需要 为什么呢 这里说的 不得其用 是因为这是天命 这是天命 所以 君子知天命 君子合运之有 不曰不运 这里的不运 不运呢 跟不怒 是 它意思很相近 发怒 我们说一个人发怒呢 表现出来 那个叫发怒 而 当我们生气 我们没有表现出来呢 那个叫运 那个叫运 所以发怒呢 和发运呢 还是有它一些 一些微微的差别 所以这张经文 读了之后 其实我读了好多好多遍 阅读呢 每一次呢 都有不同的领略 最重要的就是 圣人他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学习 这个学习呢 真的是从凡夫到圣人 每一个这个网上的境界呢 都离不开两个字 叫做学习 学而时 息之 所以说 成圣成贤 做一个明白人 其实没有什么秘诀 这个秘诀 如果有了 就是学习而已 我们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消化 而得到的喜悦 更让我们能够 更加能够让 让我们能够受到这个 激励 受到这个 这个 动力 而一直在网上提升 这个就叫 学而时 息之 无意悦乎 好 这张经文 我就简单的 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谢谢大家